大家好,今天我们来接着学习UCOS操作系统的基础知识 好,今天我们来讲解一下UCOS中C语言代码编程的规约和UCOS中经常使用的这个数据结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UCOS中代码编程的规约 我们了解了这个代码编程的规约有助于我们学习UCOS的应用实验 并且有助于我们来阅读UCOS中的原代码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编程规约 好,编程规约呢,首先第一个我们看一下投围键 在UCOS中呢,一个功能模块呢会对应一个投围键 比如说我们这里面呢,会有一个任务Task 这个任务,那么这个Task呢,它就会对应一个投围键叫做Task.h 好,同样呢,也会对应一个原围键叫做Task.c 这是第一个,一个功能模块都会对应一个投围键 第二个,所有的投围键呢,都会放在经号Eclose.h中来包含 什么意思呢? 好,我们刚刚说了一个模块对应一个投围键 那么呢,我们把这个所有的模块投围键呢 都放在这个经号Eclose.h中 然后我们应用程序呢,只需要包含一下经号Eclose.h 这样一个投围键就行了 好,这是第一个对于投围键的约束 第二个呢,对于我们这个标志符的约束 好,C语言的标志符用呢,现在第一个是变量 也就是我们这个变量的明明发责 好,第一个呢,它对于这个数据类型重新定义 好,它定义了哪些数据类型呢? 比如说,它建议了我们这个YT16这种数据类型 YT8U YT16U 好,还有YT32U 这个代表呢,都是无符号的一个八维整形数据 无符号的八维整形数据 好,同样呢,它预次对应的有YT8S YT16S YT16S YT32S 这个代表有符号的八维 有符号的十六维和有符号的三十二维 当然呢,它还是会使用X这样的数据类型 好,Xfloat 好,Xfloat Double 好,当然呢,在我们操作系统中Double用到黑色 好,这是第一个对我们的数据类型重新定义 好,第二个呢,它对于我们变量的明明 好,比如说变量的明明发走 好,首先第一个啊 大写字母呢,用于将标志符中的不同单词呢 飞开 好 这个,比如说我们定义一个变量 好,YT8U这种类型的变量 这个变量叫用来对按键技术第一个字母大写 好,也就是K COUATR 这个是按键技术器 也就是说这个大,每一个单词的首字母呢 用来进行大写 好,这是它变量的定义的约定 好,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下一个 好,对于操作系统所提供的服务呢 都以OS开头 第二个 好,对于操作系统所提供的服务呢 都以OS开头 好,比如说 好,比如说我们创建一个任务呢 对于OS开头 OS下滑线 接下来呢 是我们这个具体的任务 比如说具体的服务 比如说这个是对任务的操作 就是OS task 如果是一个信号量呢 可能就是OS flag 如果是一个护士性呢 可能就是OSM开头的 如果是它呢 可能就是OSEVIT等等这些开头的啊 好,也就是对于操作系统提供的服务呢 我们都以OS开头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接下来呢 就是缩写单词 好,略语和助基服 首先第一个 比如说 缩写第一个啊 好,比如说我们这OS 它就是一个OP System 也就是操作系统的一个缩写 好,比如说我们Task是任务的缩写 TCB是任务控制块的缩写 好,比如说我们还有下用的ADDI 好,这是一个地址addressed的缩写 还有一个BLK 好,这个呢 是对block块的一个缩写 还有CHK 好,这个呢 这个呢是check检查 CHECK的缩写等等 好,这一点呢是一个缩写 略语和记住语 关于这个缩写呢 它是还是比较多的啊 还是比较多的 在我们这个UCOS操作系统这本书中呢 会有讲解 好,我们来看一下 在UCOS的签示操作系统UCOS第二版 也就是我们邵贝贝贝在第一阶课 我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啊 我们这个清华大学的教授邵贝贝 他在编译的这本书 也就是他翻译的这本书 在这本书的最后一页 傅鲁A C语言的编程规约下面有啊 在这上面呢 他对我们UCOS整个编程规约 C语言的编程规约呢 做了一个详细的描述 好,大家下去以后呢 可以看一下这个C语言的编程规约 凑二呢能更好地理解我们这个UCOS的原代码 好 比如说他对注释的一个讲解 好 对定义语句的一个 一个规定等等 包括刚刚我们说的这些数据类型啊 这个呢我们一定要记住 好 他规定了哪些数据类型 比如说我们的unside side side 都规定成什么样了 比如说这个是布尔 it8u it8s it16u it16s it32u it32s 我们的fp代表的是一个浮点数 等等 好 接下来呢 他规定了我们对于局部变量的一些规定 对于这个局部变量 他是怎么来定义的 好 对于我们函数原型 什么时候在函数原型中定义 什么时候在函数原型中声明 声明这个函数原型 好 等等 这个呢 我就不再详细讲解了 大家自己呢 下去来看一下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UCOS中 正常使用的数据结构 好 在mucos中 经常使用的数据结构呢 有这么多啊 首先第一个呢 是表 在这个表中呢 我们主要 了解的是一滴 这个链表 尤其是单向链表啊 尤其是单向链表 当然呢 双向链表呢 我们最好呢 也了解一下 好 这个是第一个表 好 这个表呢 其实是很简单啊 这是在我们数据结构中呢 最常用的一个数据结构呢 就是这个表 好 那接下来第二个呢 是数组 数组中使用的最多的是 一维数组和二维数组 好 那使用数组 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这个呢 我们要回到C语言的一个讲解 好 在C语言中呢 数组是一组连续数据的集合 它们这个数据的下标呢 代表了这个数据呢 在地址 也就是代表了这个数据中的一个相对位置 所以说呢 在一些高效的查表过程中 我们经常会适用到数据 数据呢 在检索 也就是在查阅的过程中 查表的过程中呢 它的检索速度呢 是最快的 好 第三个呢 是位图 好 那什么是位图呢 我给大家可以画一个啊 实际上位图呢 就是一个二维的数据 或者说 是一个多维的数据构成的 好 假设呢 这是一个位图 好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二维数据 好 位图中呢 添写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数据啊 添写了各种各样的数据 那在使用的过程中 这个位图的一个好处呢 也是啊 第一个 它检索速度快 第二个 它这个交叉点 也就是x横向行和列的交叉点 就是很容易找到我们这个数据 好 这第三个位图 好 第四个呢 是一个结构体 那这个我就不用说了啊 在我们C语言中的数据结构呢 大多数讲的都是这个结构体 好 第五个呢 是对列 第六个是对站 好 那在这呢 我们简单说一下对列和对站 第一个对列 对列呢 非为两种 一个叫做FIFO 好 这叫做先计先出的一个对列 好 也就还有一个呢 叫做FILO 这个叫做先计后出的对列 好 对列的讲解呢 我们在消息对列中呢 也简单说了一下 好 假设呢 这是一个对列 好 先计先出的对列是这样的 先计的数据呢 放在这儿 然后第二次G的数据呢 同样还是放在这儿 那么上一次的数据呢 向前走一个位置 好 第三次G的数据呢 放在这里 然后前两个数据呢 向前走 好 这就是一个对列啊 这是一个先计先出的对列 那什么叫做先计后出呢 好 同样还是这个对列 好 第一次G的对列数据呢 放在这里 第二次G的数据呢 放在这里 第三次G的数据呢 放在这里 那这样的一个对列 就构成的是一个先计后出的 这样一个对列 因为出的时候 我们总是从这个地方来出数据 总是从这个地方向外出啊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先计的后出 后计的先出 好 这是对列的两种形式 FiveFile和Filo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六个对站 好 对站呢 也是我们数据结构中 经常使用的一个东西啊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对站 对站呢 和对列呢 比较类似 好 这是一个对站 也就是说 我们只能在一端进行插入 在一端进行输出 就是在这一端插入 也在这一端取出 这样的一个结构呢 就叫做对站 那我们很明显啊 先计的数据 那肯定是后出的 好 也就是说 我们先计的数据呢 是压在站底的 好 先出的数据 一定是站顶的数据 是这个站顶的数据 好 这样的一个数据结构呢 就是我们的对站 好 以上的这些呢 是我们在C语言 也是在我们UCOS中呢 经常使用的一些数据结构 大家下去呢 可以回顾 或者说啊 我们再下去呢 再学习一下这些数据结构 这样的话呢 有助于理解我们UCOS的原代码 好 今天的课程呢 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好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